2020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快将来临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无果任依然不畏惧 齐栋连结跨越,携手打破重重障碍,突破服务界限 讲到齐栋,不得不提在信息漫变底下,全靠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迅速的应对、配合,才能令到长辈、家属、员工安心、放心 为了能令到我们的服务持续以人为本 长辈在身心、社灵上的需要都能够获得关顾 除了与长辈、家属、同心协力之内 我们亦都趁着这个机会 与社区上不同的专业人士、员工全体连结 在情感支援方面,我们亦要你同行计划 并和多家机构合作 发展出网上双向义工关顾服务 长辈可以透过视讯和小义工分享、谈谈 除此之外,我们亦都一直跟家属以WhatsApp募密联系 亦都提供Skype视讯服务 令到长辈和家属依然在疫情底下遥距联系 我们亦都透过艺术途径与长辈同行 今年,广任成功申请汇丰香港社区伙伴计划2020资助 设立《毅力重新计划》为长辈提供多项发展性艺术小组 让长辈在疫情下依然有所寄托、发挥所长 旗艺新生计划下,邀请艺术在医院合作 为长辈提供多媒介艺术体验 并将于明年的1月参与公开展览 亦有同工经过三天的香港大学表达艺术培训 开展了表达艺术脆游小组 期望为长辈的身心社灵带来正面影响 广任家讯亦带来全新的面貌 除了印刷版之外,更推出电子版本 一趟爱的旅程,除了发掘长辈的生命故事 以及童工的心声之外 亦加入大量照顾长辈的资讯 包括运动训练、食物等等 更分享表达艺术和灵性资讯 务求令读者以多角度了解和认识广任 当然,长辈的身体健康也十分重要 我们的复康训练也加入更多新的元素 此外,老人科专科医生专业查询也预上服务 在疫情下,亦获得东亚银行 以及浸大中医捐赠的防疫用品 爱与联系社区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们亦透过电视、电台以及报章访问 向大众分享疫情下,广任如何将困境化为新的机遇 感谢主,让我们在疫情下,依然能够向前迈进 广任今年度提供全方位的在职培训 当中包括灵性关顾与此照顾计划 从表达艺术看身与死 羊娃娃治疗 Lamaste Care等的工作坊 让童工也能够在主的引领下,令到服务一同进步 展望2021年的服务发展 我们洞察到社会上对综合服务的需要 尤其是末期病患以及认知障碍症的长辈照顾 我们将会推动Lamaste Care 灵安服务 打造舒适安宁的环境 强调感官刺激 以及身体接触 连结大自然和灵性需要 此外,亦要你同行计划 毅力重新计划 将会在来年继续进行 广任亦即将迎接新的住客 杜曼犬 当然,我们亦会一直紧守防疫措施 共同抗疫 尽量发生